当年赤犬主动下令抛红避难船的行为 多年以来一直饱受争议 直到如今 弹头倒遍基本补权奥哈拉事件的后续 且主线中 一把更多的海军区域争议派搬上台前 以绿牛为首 这些区域争议的拥护者 只愿在世界政府加盟国内行使争议 一旦放到非加盟国 有时他们的行为 甚至比海贼更加残忍无度 在此基础上 再回过头看赤犬当年的行为 恰是海军官方定位和信念 自主中都存在割裂的体现 本次关于1078最新化的分析 便从这一点开始 违顾弹头倒遍 奥哈拉虽然毁灭 但造成影响包括弹幕 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 幸存者尼可罗宾安全长大 成为各方势力寄予的 能够解开最绒制导秘形的钥匙 二 奥哈拉惨烈为后来者提醒了方向 龙由此认识到力量重要性 经历起如今的革命军队伍 将奥哈拉思想视为革命灯火 巨人组萨乌罗保全历史低调等待 奥哈拉思想在巨人组内传播 贝加旁克在奥哈拉技术上继续研究 有了很多新的发现 海军内部由此带上出反思的一派 走得最远的库赞 今后说不定会成为 推动海军去世界政府化改革的重要推力 光是上面说到的这些 就可以借此断言 亲至两年前那句 奥哈拉还没有灭亡总结得非常到位 而本画开头 司徒系和战头玩的对话 事实上也在受奥哈拉的后续影响 有了典型例子作为参考 今后任何忤逆世界政府的势力 都不会再对世界政府的宽容 抱有任何幻想 他们将会因此恐惧 但同时 亦将会把世界政府的可怕症面目 铭记于心 然后慢慢鼓起勇气 最终站在世界政府的队里面 单说弹欧岛的形势 现在旁白已经给出 弹欧岛事件真正爆发还在第二天 虽说岛上船只已经毁掉 可从弹欧岛逃出了研究员们 人均熟练技工 修船出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的变数 就此刻为叛徒约克掌握的海兽兵器的阻击 先抛开这些不谈 一旦这批研究员们能够成功出逃 分散将世界各地 注定无法再为政府作舍的他们 今后必定会服务于其他势力 将从科技层面 缩小事业政府和其他势力的差距 即便现在这种改变还微不足道 但不出意外的话 类似的情况今晚还会经常发生 许多人 势力的立场转变 终究会形成推翻一切历史洪流 把800年来体制焚烧殆尽 总而言之 时隔多年 世界政府扼杀奥哈拉思想的行动 完全以失败告终 星星之火一旦点燃 就在南疆之熄灭了 在此基础上 彼时赤犬为了不泄露消息 狠心屠杀拼命的行为 现在看起来彻底成了无用功 这里可以对比一下 年轻萨卡斯基和英姆的心态差别 萨卡斯基下令屠杀拼命时 用的是杜绝邪恶传播 维护绝对正义为自己辩护 而英姆抹出陆入西亚时的不备不喜 可以参照爱宁若的宣言 神的本质极日恐惧 杀法 或是英姆清除反对者的工具 在不用杀法时 他以表面上的平等和均衡凌驾于世 两者心态上的差别 其实正是海军这势力和上层政府最核心的矛盾 高层并不关心海军的理念 曾经海军作为执行者 大多还能以正义之名 来麻痹自己的是非观 可等仅有世界大乱 世界政府越来越暴露专制本质的时候 等大部分海军 都已经无法在欺骗自己的时候 海军而失业政府 海军与海军中亲政府的一派的决裂难以避免 2.单头岛混战 1078话大部分镜头 还是给到各楼层的分战场 首先发生在C洞三楼的团灭 约克是在玄桥上被小女帝石化的 其他人因为小女帝的镭射炸弹玄桥 而掉到下方 等他们反应过来 发现S10还站在上方 在这个过程中 S10有足够时间解除约克的石化 接着约克瞒过02乌索普等人 当即脱离战场 前往本体所在地下 这段暂时没什么问题 然后斯图西和圣平两人 在B洞二楼 目的地未知 罗宾05和乔巴在A洞二楼 正在前往地下 纳美布鲁克03 正在A洞三楼被小圣平袭击 这些角色所在 还是在1075话的位置 没有变动 其中原本和圣平斯图西 待在一起的山智 现在跑到纳美这边来救场了 原先我觉得 山智炫耀弄死小圣平 可能受到血统因子的影响 致使性格发生些许改变 但后面在翻开和圣平有关的鱼人岛片 我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草帽团成员们在鱼人岛出现圣平时 一聊到阿龙间和圣平有关 山智想到阿龙对于纳美造成巨大伤害 当即变得非常严肃 大有圣平解释不清 就要与之为敌的势头 此而此刻 纳美又一次面对鱼人 即使是圣平的克隆体 温柔的厨子 似乎也不想让纳美因此勾起什么不好的回忆 按照山智的性格 他大率是会想到这些的 但动机很感人 这场战斗却让很多人无言以对 一个开启神火 几乎免伤 一个眉毛反转 铁打不动 真乃金红罩对决铁不删 同时 这一是加持了贝亚庞克技术上的隔空较量 不止以小圣平的战场分析功能 能不能得出黑组眉毛反转就能免伤 眉毛战场是攻击方能生效的结论 但在那之前 一个变故即将扰乱这场对决 那就上面A洞四楼突变 眼下S因从A洞四楼撤退 据陆奇说 他已经将目标更改为优先解决敌方弱者了 那么草帽一方突破口在哪 从地图来看 乌索夫已经实化 而纳美正好就在楼下 很有可能会成为S因优先锁定的目标 如此一来 S因 索隆 卡库即将来到三楼 索山两人或将再次联手对敌 正好索隆只要吃点舌弱点 可以和山智分享一下情报 也许山智能想出什么破绝办法 说不定此处 又会出现他们同时打败对手的场景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加戴王岛片中 让不少海迷勾病的一点了 那就有索隆陆菲的放水行为 经过和之国篇 陆索二人的实力 已经降到一个难逢对手阶段 只有导致戴王岛片这样的过渡篇章 已经有些容不下他们 为了不影响剧情推进 为了让内鬼有操控局势的机会 实力离谱 陆索必须得被拖住 于是我们看到 明知同伴们陷入危险 明知必须得尽管结束战斗 甚至没有使用霸王色 也没有继续开武当 和用出更强力的剑招 最后深深拖了好久 甚至他们都开始微微喘气了 战里过高的巨前冲突 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 且不容易出力的问题 非要解释原因的话 我觉得陆菲锁龙此处 不用权力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武当和阎王三道流威力太强 万一把实验室打得崩碎 很容易伤到同伴和贝加旁克等人 二是武当和阎王三道流 都非常消耗体力 之前陆菲开武当打陆棋 是因为当时在他们的视角 敌人只有来者占CP0 其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现在路索都知道 自己这边出内鬼了 这不定后面还有什么变故 现在就把体力用完 万一后面还有隐藏大危机 又很容易翻车 三是现在的攻击强度已经够用 两尊吃天使几乎全程都在挨揍 既然如此 也就没了冒险开大招必要 只要找准机会 现在的攻击强度足以决定胜负 三 背叛者和全面战争 最后是本化最吸引人的重头戏 关于将叛徒设置为06域 我在上期视频中也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分明所有贝亚旁客 都拥有同样的聪明材质 但06的工作 一直只有帮大家解决生理问题 显然混车等死的生活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无所事事 无限膨胀的欲望了 这里也隐藏了一条暗线 黄白专门指出 06域向玛丘要报信 发生军在三个月前 从小鱼的生命卡我们可知 小鱼的生日是3月3日 也就是说 陆飞一行抵达合治国日3月2日 之后武士联军进行围棋两周战刃筹备 火计职业当晚 微岛片最终决战爆发 陆飞等人一晚就扳倒双簧 战斗结束后 草帽一伙仙人休养了一周 然后绿牛来袭 绿牛被击退后 花都继续开宴会 草帽团又逗留了一周 之后经历几天的航行 他们终于来到弹头岛 所有时间加起来 正和合治国大约时长为一个月左右 而世界会议 正好就在合治国篇之初召开的 也就是说 世界会议发生在一个月前左右 且吃天使正式闻事 成为连大将都信心满满大刷器 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的事 所以灵溜欲告灭时间 大约就是吃天使正任出道前的两个月前 两件事相去如此之境 不由让人产生联想 也许灵溜一直等到那时才叛变 也许这人吃天使项目即将完成 吃天使强大力量助长灵溜的野心 他始终把目光放在圣体之上 另外 关于分身们是如何诞生的 我个人倾向于庞卡阿萨德研究所毁灭之后 关于凯撒为何突然发颠 我在以前解析中有做过详细猜测 这里直接引用结论 可能是他看到自己研究恶魔果实多年 却无法复刻 而老辈花了20年时间成功复刻的鱼鱼果实 最后忌妒的心态爆炸 凯撒炸掉PH岛 大约放在居近4年前 最后整理一下时间轴 大致如下 庞卡阿萨德时期 老辈有足够的助手 不需要分身 4年前 贝加庞克成功复刻鱼鱼果实 凯撒心态爆炸 最终走向极端 炸掉整座岛 事后 贝加庞克在政府的帮助下 重塑研究所 搬迁至弹头岛 可因为缺少助手 最后制造一众分身帮助自己 三个月前 吃天使项目即将完成 06于野性膨胀 向世界政府举报老辈 因为当时 正吃天使研发的最后关键时刻 上面暂时兵未深究 只先后派出几波人来调查弹头岛 结果全被06扣押 一个月前 世界会议结束 吃天使完成 成为世界政府的大杀器 以母下达清算背叛者的指令 正好06设施送来的证据 于是深问特说 老贝和库布拉一样成为暗杀目标 这才有了眼下的事件 然而06只想当天龙人 这格局实在让人生不起多少压迫感 甚从无老星下达的 抹杀所有贝加庞克的命令来看 他们好像根本没有遵守承诺的意思 06极有可能是被别人卖了 还在帮人数钱 不过还真别说 如果没有草帽团在这 贝加庞克们很有可能还真被狱给算计死了 草帽团乱入 是06和失业政府都没有想到的 只是如今 他们都已经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四皇草帽团还捐全面大战 很有可能从此处开始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当摩尔冈斯把这消息传遍世界 那些和陆飞有关的势力 比如90和草帽大船团 很有可能会分文将弹欧倒集结 本话我们可以再添两个新势力 一是由凯撒吉尔玛组成尼尔麦子 只有怀就像新组织颇为有趣 两个领头人一致觉得 贝加庞克是他们的阻碍 取这名字 很明显地充分超越贝加庞克来的 然而现在贝也都快被自己和政府玩死了 这场加之和凯撒如何甘心 再将最近成果吃天舌诞生 必将随最新战报在全世界亮相 凯撒和加之 很有可能会为了老上司 最重要的是新技术 或激活来要接入这场战争 之前单独导片时 摩尔冈斯给吉尔玛挂上陆飞的标签了 尼尔麦子此行前来 可能会被误会成陆飞的实力 而是摩尔冈斯的到来 现在这边的事情越闹越大 旁白透露 一日的事件将震惊世界 如果摩尔冈斯不亲自跑一趟 简直太可惜了 他们来的意义 在于可以把威威带过来 也许威威会迎来再次上传的机会 说上面提到的这些 这话又给了玻尼哭泣的尽头 像是知道更多关于父亲的事 既然铺垫这么久 熊的记忆中 应该还有不少重要信息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还请别忘了点赞支持一波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